那我们在这个世界 第一桩要紧的事情 是念佛 身体好有个好处 无疾而纵 走的时候不生病 这个病 佛法里面说 有三种因缘 第一个是生理上的病 这个一定找医生 医生能治 生理上的病 第二种是业障病 冤情在主 找到你了 要报复你 过去你杀他 他现在来逃命 要来报仇 很多这种前线 这个病 医生医不好 他冤业 他不是生理的 那么这种病呢 要调解 冤心在主 接受调解 他离去了 离开了 那病就好了 第三种 是续业病 过去今生所造的罪业 这个病最麻烦 不是生理 也不是 原先在主 自己造的罪业 累积 而成就的 还是有救 真正忏悔 忏处业障 病就好了 这三种原因 我们要让自己不生病 要懂得 生理上 生活有规律 能减少 饮食齐绝 有规律 第二呢 不跟任何人接运出 处处 跟一切众生 化解 对立 不要制造 对立 他跟我对立 我跟他 不对立 这个对立 就不能成立 成立是吧 一定是双方 你一夜方的时候 不跟人对立的时候 他就不能成立 要有慈悲心 要有爱心 常常念出 帮助一切众生苦难 这大慈悲心 化解愿意 第三个 齐心动念 纯净 纯善 把自己 过去现前 业障 都化解了 这个罪业 都能化解 我们这个身体 就不会成病吧 这 金教教教的三种病因 那讲的很有道理 所以一切伐 不离自信 佛在经上常识 一切伐 从心向神 华严经上 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些话 没有阴阳不振 心要邪了 就出毛病了 心不可以偏 心不可以邪 一切 吉凶祸福 不要去问人 你看看 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都好 伐藏菩萨 去问世界自在王佛 世界自在王佛 怎么回答他 你问你自己 如智思维 如智当之 如智 如印自身 全教他自己 佛没教他了 这就是真真教他 你要问生死大死 你要问吉凶祸福 来生我到哪里去 佛就会这样说 问你自己 你自己起的是什么念头 问你自己的 奇心动念 言语造卒 就全明白了 佛这个回答 就是这个意思 摄法界 里面这些众生 无不是自作自受啊 可不能怪别人啊 怪别人你就有罪了 没有人教你啊 神仙人 神仙人教你为善 妖魔鬼怪 教你做卧 他教你 你不接受 没事 没事啊 他教你你接受了 那佛菩萨教我们行善 我们接受了 好事 妖魔鬼怪 教我们干坏事 我们不接受 没事 我们接受了 你自己自作 他虽然教你 他没有办法逼着你做 所以还是要自己负责 佛菩萨劝你做善 你修善很好 佛菩萨不会叫你感恩 为什么 你自己做的嘛 你自己不做 佛菩萨也不能强悲你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佛菩萨度化众生 不鞠躬啊 金刚经常说的很好啊 度化 无量无边众生 最后说一句话 食物众生得灭度真 他们得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自己肯干 他自己度自己啊 佛菩萨就说真话了 佛菩萨只是劝导大家了 你自己觉悟 你自己回头啊 你自己行善了 你自己断卧 你自己成就 全是你自己啊 佛菩萨要能强迫我们干的话 我们不是过过都成佛了吗 他没法子强迫我们嘛 所以责任要自己成当 不能推个佛菩萨 好 石头 ow 好 感谢观看